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打开我们问题研讨的第六面 那么我们讲到生命的真伤 包括业力的消除 包括烦恼的调服 那么有些人在修学当中很明显 有些人不明显 原因出在哪里 那么这一题我们也是要看副表第十七 就是因缘观 就是你在法的操作上 如果你站在业果的角度 来改变业力 你强迫你自己 要去做多少慈善事业 用这种善业的力量 来灭碎 这样子效果就有限 因为你变成一种小草的限制 为什么叫小草 就是成长慢 你看那个草子长了一辈子就是草 你看那个树几年不见 十四叶花果 比方只多大 所以 药草一柄就告诉我们 法法之间的互含互涉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要改变业力 其实你要先改变你的思想 就是业力跟心事 你要透过心事来改变业力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拜灿 拜灿你就是去拜灿 但是你没有 透过你这种 发菩提心 就是说 我发了菩提心 我再来拜灿 我从今以后 我发愿 我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你把你的心态的水平拉高 以后再去拜灿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心理素质 当你的性质落入狭隘的时候 你那个业力的转动力量就薄弱 再举一个例子 你要改变心态 如果我有一种不好的心态 你站在心态的角度来改变心态 你也使不上力 所以当你要改变心态的时候 要仰仗后面的心性 你本来就没有这个心态 所以厚后能够帮助权权 所以药草一柄就是说 当我们掌握大地的时候 法法之间可以富含富色 那如果你对法的了解非常狭隘 你就知道业果 那你用善业来改变恶业 那两个是对立的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改变业力 用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改变思想 用我们的心性 就这样子 修行至一层一层的深层 你要站在高点来调伏低点 用更高的至高点来面对下面 用思想来改变业力 用信心来改变思想 你进步就快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看你法法之间能不能融通 那你如果说 完全站在业力的角度 那就实施勤佛是莫失者成 那当然效果就慢了 因为你这个业 你造了无量解 你的思想的形成也是无量解 如果你不用方便方法 用方便力 那你今天形成一个这么不好的思想 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你要恢复 你站在思想上 假如改变思想 那你以前形成的思想是要一万节 那你现在也要花一万节 很简单 如果你不走捷径的话 但是你回归信心以后 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思想 你从根本上否定它 你再去调伏它就更快了 你要用超越的方式来面对它 不能跟它站在平等的位置 这平等位置你就很吃亏了 站在平等的位置 生命很难改变 因为我们经历过无量的生命 才形成在现在的 如果你站在平等的角度 跟它面对它 那你要花相同的时间 来处理生死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呢 所以你一定要善用捷径 看看大家有个问题 用厚厚来调伏浅浅 好 这种 好 这种 好 这种 好 慈悲 师父刚刚在药草育品的第一题中 提到说 我们在修六度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当下 其实是内熏真乳的 同时就已经在激荡我们的心性 那师父又讲到说 但是这个时候就关系到 个人在理官的深浅 会影响他的进步的快慢 那在这一块理官的内容 不知道师父可不可以再 跟我们说明更清楚 譬如说在布施的时候 如果说是师父 师父是如何在内心起观 然后让自己的激荡心性的 那部分更深 那这部分是弟子很想要 再多加了解 谢谢师父 好 请坐 其实理官最快 我们本来在最后一题会说明 理官有两块 一个是清静 一个是祭祖 对不对 一个空儒来上 一个不空儒来上 那么 原则上是这样的 当我们要 调缝烦恼 要破恶 我们要善用清静这一块 破恶 当我们要深善 比方说要创造布施的功德 要往生进土 你要善用本具 你要告诉你 我本来就有布施的功德 所以不管布施多少 都重点 重点我是要透过布施 来启动我内心的布施的实法 这也实如是 来启动我 就是说 当我们要深善的时候 善用 你要关照 何其自信 本质 记住 所以说 我布施 我做义工 可能你们不满意 但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做义工的目的是 要启动我自信的功德 所以你不容易受到伤害 很多人做义工受到伤害 我都做了半天 你们 是吧 还是 我们很容易 在服务上很脆弱了 菩提力很容易被打败了 但是你今天如果说是 法法消灰心性 你今天知道 往生 极乐世界存在你的心中 所以你就没有那种 距离感的障碍 管你十万亿佛土 二十万亿佛土 就在我一面之间 我只要把佛号练好 我用我的佛号的力量 来吸引我内心的 本具的极乐世界 所以往生是我心中的事情 所以 他法法消灰心性的时候 会让你更坚固 当然他的操作 有清净意跟 记足意 这题我们最后 会把它当专题来研讨 这题先这样过去 我简单先这样讲就好 好 那么我们讲 讲因言观 先不谈真乳 就是说 当你改变业果 站在菩提心 当你要提 当你要提升菩提心 按住真乳 你要用厚厚的法 来带动浅浅 这样子的话 你才进步快 这个没有问题 是吧 好 我们就过去 好 看下一题 一 请示师父 有些善根会退转 有些则不会 一个人即使曾经尝过 安住真乳的滋味 是否也极有可能会完全丧失 即使你善根会退转 表示你没有形成善根 说白了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法没有听过你的 你可能就是信简 没有很深入的 观照这个法 它的一个真实的功德 而去产生强大的愿意 所以它这个法 将你的心中变成无助 就悄悄地走过去 它没有生根 深圳这个法 如果你很用心地修过 而且你把它当作一种愿望 当作一种你的生命的愿意 来修学的话 就算它的退失 它也就暂时的退失 因为你已经有根了 诸位 当一棵树有根 你只能破坏它的知悦花果 它的根是不会破坏的 所以你这个人 真的是产生善根的人 比如说你学过法 你真的很深入去 信解去读寿 你深深地相信 前十二法的重要 你也发现要成就 那么你来生遇到谎花 你很快就恢复了 很快就会起发你过去的 所以你要是真的形成善根 它的功能会暂时的退失 但是这个根是永远不会退失掉 你一来生只要稍微听到 一些小小的法语 就能够把你过去的善根 给激发起来 但是前提是你要变成善根 而不是善念 你栽培的要够生 性敬念定会 善根的标准起码是 性敬念 我们不敢说正定正会 这个标准有点高 至少是 性解 观照 发愿 而产生正念 有一定的正念力 那你这种根就不容易退传 什么法都是这样 好 再下一题 二 在净土事修中 除慈明念佛外 是否可借鉴结合融合理观的修法 或作为一段时期 对峙某一习气的方法 是的 其实净土中 我们一再强调 净土中不是只有念佛 净土中是要往生的 那么往生就牵涉到 灵中的正念的问题 因为往生 没有一个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是在颠倒的时候往生的 没有 就是说你可以有业力 你可以有烦恼 在请你灵中保持正念 什么叫正念呢 两个条件 心不贪念 第二个 意不颠倒 你不能有出做烦恼活动 你不能有这种 坚固的火箭的颠倒 你想掌控人生 你还在规划来生 那么 这些都是要对峙的 其实你如果一路练佛 你不可能去不担念 意不颠倒的 不可能 因为佛后只是一个指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压制 所以为什么他列佛要有一些 善根 要信念 然后才使你 这个信念是官会 是官会 你去读读 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 看他讲这个信 那个六信去看一看 他每一个都是观照的智慧 然后是说我相信的 这个信跟偶一大师的信 那差太远了 信解是官会 所以我一大师把信念 把信念叛作会醒 把练佛当作醒醒 好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佛法在修学之前 都有些 心态的准备 到前基础 才可以练佛 就是 你要先培养信念 然后才使你 那这样子才叫做 净土宗 你就嘴巴张手就练佛 你只是在练佛 对不起 跟净土宗没有关系 因为净土宗是要往生的 所以你跟外道有练佛啊 可能我们练佛的力量 还搞不到外 搞不上一贯道 但是他心中有信念吗 没有 所以他只是在练佛 他跟净土宗没有关系 净土宗的佛号 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他要把这个佛号导回净土 导回净土 你的心就是怎么样 用心去导回嘛 不是用嘴巴嘛 四心做净土 你这个佛号才会 到净土嘛 就是 诸法无信 尽随心转 佛号是没有方向 诸法就包括佛号 佛号是没有方向性的 它有可能变成人天国报 它也可能帮你消业障 所以诸法无信 那么谁决定佛号呢 净水心转 行为净土 一切佛号就去向净土 你真的把佛号当作 在求快乐 佛号就给你快乐 佛号是没有方向性的 没有方向性的 所以 你今天要往生 必须把你的心态 调整成一种 往生的心态 什么叫往生的心态 两句话 耶理说佛心求极了 讲完了 你没有往生的心态 你怎么会往生呢 其实念佛的人非常多 我看到很多一官道人 念佛 你认为他会往生吗 他不会往生 因为他心中没有往生的心态 他根本不想往生 他怎么会往生呢 我们读华华经 我们知道 佛陀永远不会改变我们 如果佛陀可以改变我们 那佛陀不要讲前法了 就讲死法就好了 那么费劲 费劲干什么呢 因为佛陀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态 佛陀不得不为实施权 这不可能说 世交谋令我改变不了我们 阿弥陀可以改变我们 不可能 你不想往生阿弥陀 我哪里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佛号变成藏果吃掉 所以 强者先千 就是 你往生的愿力 强过 生死的愿力 就可以了 哪怕超过一点点都可以 当这个天平 已经是倾向净土的 你就可以往生 强者先千 所以 建土中就是说 你已经说很占尽便宜了 你不用断货正身了 但是你要强 你至少要把你的心态 调整顺从本愿 你不能老是想要顺从缩婆 你要顺从缩婆 阿弥陀佛本愿 你没办法 顺从本愿是要调整的 我们凡夫无始节来 流转生死 我们的心态可不是 顺从本愿 你要顺从本愿 你就不是坐在这了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恋活本来就是 顺从缩婆世界 顺从缩婆世界 顺从流转 所以要调整 当然要调整 你不调整 你是不会往生的 往生是要把心态 调整过以后才会往生 正常人是不会往生的 是这样子 好我们看最后一题 三 做一个修行人 若只接触 愣言经 而不知 法华经 这跟学习过 法华经后的 两者差别为何 这个刚刚我们也稍微讲一下 论言经跟法华经的共同点 都是正念真如 都是把心带回家 那么论言经 偏重在破旺 他偏重在达王本空 他破旺这一块很厉害 所以我们会建立 先去先论言论言经 他会从 我死的生死如回 他会告诉你 本来没有烦恼 本来没有生死业力 本来没有果报 他在清静这一块 理想清静这一块 讲得非常透彻 理想清静 法华经强调 开显自信功德 他会强调 借向修心 就是说 当你明白法华经以后 你安住静静心 观照实如是这个特点 发普地愿以后 你所修的一切法 都是成佛的诗粮 因为你开始知道 你修的法 你已经不求回报 你要的是真如回报 这些法华经的人 答案就是说 我还是去拜餐 我还是去持戒 我还是做义工 但是我不求任何回报 你把音言这个门关掉 真如的门就打开 反正真如跟音言的门 只能打开一个门 你还想求音言中 得到回报 你还想打工 你就回不了家 因为你想领工资 你就永远做一个打工的 当你放弃了 所有工资的时候 这个家就是你的 所以这些古德说的好 你念不生 所以前提信 六根方斗 勿赢 所以 法华经就是说 你明白法华经以后 你知道 当你不求的时候 真如就要回报你 真如就要回报你 当你要求 真如就把门关起来 因为你还想打工 就表示你还不想回家 因为你就打工嘛 你还落入音言所身法 所以 那年经强调 亲近 法华经强调记住 这个最后一个核心问题 我先讲到这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法华经强调十如是的操作 他关照十如是 就是说 你学了法华经 从今以后你做什么 你不需要别人 肯定你 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因果报应你 报答你 不需要 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是要开选自信的工作 做这个事情 就是你生性 是心 心做心死 是心做活 你的内心会回报你 你的内心会回报你 当然 你心外求法 那真如就把门关起来 因为你要离家出走 你选择离家出走 那这个家 是你要放弃家 不是家要放弃 是这样子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法华经就介绍你内观 关心 他的一心三观里面 那么一心偏重在一心三观里面的极空 破旺 等一下 法华经偏重那个极甲 那个司法界使主 你每一个相状 都会带中一种心态 都会产生一种自体 会内心自信里面产生因果的运转 最后因果会报答你 自信会报答你 你要生气 所以法华经学晚就是墨向外求 看看有没有问题 念佛也是这样子 佛号为法界 也是独自向尽体力做因缘果报 所以你前往法华经理临终的时候 你不要管阿弥陀佛来不来 你是心性如 阿弥陀佛也是如 你跟阿弥陀佛在真如相见 多好 你干嘛用眼睛去看 去看佛朵 多过六根 好 有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发愿 是在下半端 我们现在还在谈全史的智慧 是关照这一块 其实发愿这一块是在讲到佛的功德 就激发里面的 辅门瓶 各式各样的功德 引这位星球耗耀 回家真好 那么我们现在还在了解 是什么是家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请说 师父慈悲 全法与实法要不恶 弟子想问 对于全法实法要互相融通 在明年上课之前 该加强何种法华思想或破障的讯息 请师父慈悲开始 你们把这个上过课的经文再多送几遍呢 读送 读送是很重要 不断读送 连这功力会退失的 把前面的续品 方便品 批语品 性结品 药草语品 把他读一读 邪药识 不断着去读 没准哪一段经文 没准哪一段经文 会启发你的善根 不一定 不一定哪一个经文 对你是宝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懂道理了 你现在有资格去送法华进来 你知道 你有资格去送法华进来 你也不懂道理 那就是心明 法华转 在经文里面打转 你明白以后 心物转法华 你在转法轮 你每一次转 你对什么叫全法庙 你更清楚 其实 有些东西 通过文字的理解 有些东西 你要在静态里面 不断的去读诵 读诵到 可能会有一句话 突然间 会让你 通生清凉 通生清凉 去把你 让你通生清凉 那句话找出来 好 那我们这次课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次课的时间 是9月29号 明年9月29号 好 那这个课就上到这 回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